好 這個事件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接下來要分享的這個呢 雖然是我人生中算是遇過就是蠻 應該算是最大的這個社會性的危機 這個大概是在我大學時期的時候 那個時候 跟大學同學還是會去那種西門町混嘛 就是你會想讓我們下課去西門町逛一逛好了 然後晚上吧 晚上那個時候大概 應該好像五點多啊 五六點吧 然後我們就從西門町 如果有在台北這個西門町就是逛過數次的人 應該就會知道我剛剛講的路線 那在這個是在這個中南部的朋友就沒有關係喔 反正就是西門町進去 然後中間有一間肯德基你記不記得 從那個 就是從西門町的門口進去的時候 到中間一個Y字轉角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間肯德基大概在三四樓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逛一逛的時候 然後我突然之間就是肚子超爆痛 然後我就覺得不行不行不行 我真的一定要去上廁所才行 然後但是就是那種 真的快要上出來的那種 真的不能等的那種 所以呢我就手刀跑上四五樓 當然嘛你進肯德基 而且好家在他是那種 就是好像什麼三樓點餐 四樓五樓是用餐區的那種 所以我可以直衝廁所 然後我就直接進去那個廁所上 惡化不做直接衝進去 好家在整間廁所都沒有人 所以我還滿幸運的 然後上完之後 欸衛生紙也有 我也覺得今天這個就很正常 你就很正常到這個那個叫什麼 到素食店上廁所 我大概知道你發生什麼事了 然後呢突然之間聽到有女生在講話的聲音 然後我心裡就是要靠北 幹我跑到女廁了 我跑到女廁去上了一個大的 然後我想說完蛋了 完蛋真的完蛋 我跟你講 你這時候開門出去 你會被什麼 用什麼異樣眼光看待 而且那一陣 那一個時期 就那一種時候 我記得那個什麼針孔攝影機的時候 算是 也算是蠻猖獗的 你怎麼出去都會被發現 你是不是在裝 你一個男生從 從女廁出來 這看起來就絕對是不輸鬼啊 一定是裝針孔或是幹嘛 一定會被異樣眼光 然後最後就報警 然後送警察局 然後你的人生就留下汙點 我就想說完蛋 真的完蛋 我到底應該要怎麼辦 然後我想說那不然 不然等一下好了 你總是會遇到廁所沒有人的時候吧 但你不要忘記 它是西門町 怎麼可能 廁所會沒有人 但剛剛好 好死不死我進去的時候 我進去的時候就是沒有人 然後我總是又想 我想說 怎麼辦 我到底應該要怎麼辦 我有什麼辦法 可以脫身 我到底有什麼辦法 來來去去都是這個 這個女生在聊天的聲音啊 然後我想說 不行不行 我再待太久 我覺得就越來越危險 然後此時呢 我就看著這個 我就看著這個旁邊 就是我上車 我已經上完 已經全部結束了 都弄乾淨結束了 旁邊有一個垃圾桶 我要是拿著垃圾桶 假裝我是店員的話 這件事是不是就解決了 合情合理吧 我作為一個店員 拿著垃圾桶 整理垃圾 這個女廁 這個應該OK吧 合理吧 可以吧 對不對 瑞塔 應該還可以吧 就是 至少還可以吧 妳覺得 我不曉得 妳不曉得嗎 妳不曉得嗎 妳想想看吧 如果是妳的話呢 對不對 如果是妳的話 如果是妳的話 可能也不多想 可能會收一下眉頭 但是妳不會多想 就是我的想法 能出是這個樣子 對啦 還是很怪嘛 然後我就想說 好不管 我就這樣決定 我也沒有別的方法 那我就拿著垃圾桶 我就把他們打開了 好家在 外面沒有女生 還OK 然後龍爺就問說 那垃圾桶怎麼辦 所以我其實把垃圾桶 拿在手上 那他其實男車女車出去以後 其實有一個洗手台 通常都會有一個 共用的洗手台 這樣 就是妳知道 就像休息站的 共用洗手台 然後我就拿出去 然後我想說 太好了 我只要把垃圾桶放在這 我就可以直接落跑了 然後我拿出去洗手台之後呢 我遇到店員 店員看著我 拿著 垃圾桶從女車走出來 然後我心裡就想 狗貝 我誰不遇到我 為什麼會遇到店員 如果我遇到男生 我遇到男車的男生 我遇到女生也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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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遇到的是 店員 我跟他 四目相交 然後我心裡想 完蛋了 然後我就把垃圾桶 我把垃圾桶放下來 洗完手 然後走過那個廁所的彎道之後 我就直接落跑 我超害怕 我真的超級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 我只是肚子不舒服 很可怕吧 我跟你講 拿出來什麼一碰到女生 根本不重點啊 重點是你想要假裝店員 還被店員看到 好 店員 其實你就會想說 欸 你是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你就是那種 他會呢 PO在那個臉 說我們今天 今天遇到一個男人 你說店員PO到嗎 男 遇到一個男客人 從女車出來 還帶著垃圾桶 拿著一個垃圾桶 他一定是想幹嘛 對對對 然後被我撞見 對對對 我真的是 我那個真的是人生 十大危機 十大最大危機 你一定 你一定有被 掉監視器 應該沒有啦 那個 整個過程 我這樣講好像很長 但整個過程 非常的短 因為你 我問你你逃走 是不是直接逃出店裡面 當然啊 不然我要逃去哪 對 所以你 更 更 更詭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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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 超明顯的欸 真的是 真的如果是我就會去掉監視器 然後說這個人 這個有問題 他想要帶垃圾充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 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